建立两性的界限 如何避免陷入不合宜的男女关系 灵命日良事工制作 第二章 住人的界限 已婚者在帮助异性时 有可能会与对方发生婚外情 在教会里 辅导者与被辅导者之间发生婚外情 是现今非常普遍的问题 已婚者在帮助异性时 特别是在辅导异性的时候 有可能会与对方发生婚外情 在接受辅导的过程中 我们往往会向辅导者 分享自己内心深处的情绪感受 因此 我们很容易与聆听者建立情感的连结 特别是当我们感觉到 辅导者也鼓励我们那样做的时候 这就是为什么 专业辅导者必须严格遵守 一些辅导伦理守则 以规范其行为 我个人的原则是不单独 辅导同一位女士超过两次 在那之后 我会将他转介给另一位女性辅导者 或是和他的配偶 我的妻子 或其他人一起辅导他 我知道专业的辅导者无法这么做 但正如上文提到的 经常进行辅导工作的资商师 和专业的辅导者 必须遵守严格的守则 在斯里兰卡的青年归主协会里 我们并不鼓励由弟兄来辅导或劝勉姐妹 反之亦然 但在我们的事工中 仍有几项跨性别监督的例子 我知道关于这方面的规定 会根据不同的文化而有所改变 我想说的是 无论个别团体的具体做法为何 在面对异性时 都应格外小心 免得超越关系的界限 在你帮助异性的过程中 当遇到敏感的私人问题时 可以转介给予对方同性的同工 以便能够更自在 有效地处理问题 旁观者通常会比当事人 更早注意到超越界限的问题 因为这段关系有个美好的开始 我们的意念会试图说服自己 告诉自己这美好的关系仍然存在 即使这段关系早已远远超出界限 有些人可能会从当事人 对望的眼神中看出端倪 发现他们已经发展出 超越友谊的情感 我和妻子曾在拜访一位 已婚友人时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看见他和同事对望的眼神 忧心他们之间正酝酿着浪漫情愫 但我们没有足够的信心和他讨论这件事 几个月后 我们发现他因为和这个人过从甚密 以致不得不做出离止的决定 当我们看见潜在危机时 就需要提出警告 而当事人则应认真地听取别人的忠告 在一般情况下 他们听了会觉得受伤 并否认自己出轨 他们甚至会指责 警告他们的人眼光狭隘 不信任他们 或干涉他人的私生活 另一个有效的预防方法 当你需要和异性进行长时间交谈时 可以选在公开的场所 好让其他人可以看到你们 我极力建议所有需要与异性 在办公室会面的人 都选用有透明玻璃门的办公室 我知道现今许多基督徒 都不遵守这项原则 我只能说他们这样做形同玩火 在异性关系的界限上 我们必须谨慎小心 抱持着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的态度 有时候 当某人坚持帮助另一位异性 且过度热心时 他可能有不健康的救世主情节 其实 基督的肢体人数众多 我们不必满足所有人的需要 领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就是帮助被带领的人 建立人际网络 领袖们必须意识到 自己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 因而将有需要的人 和能帮助他们的人联系起来 如果 我给异性好友写了封 非公务性质的信件 我通常会先让我的妻子过目 我明白未婚人士 无法遵循这个做法 但仍可以抱持同样谨慎的态度 当我们像配偶 或未来配偶以外的异性 发送关怀或手机简讯时 也必须当心 有时候 我们会不小心把简讯 发送给错误的收讯人 我深知其弊 因自己一时大意 至少有两个人 曾收过我从国外 传给妻子的情话简讯 让我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 据我所知 某个基督教团体 也曾发生类似事件 一名已婚同工 误传简讯给一位单身同工 由于内容太过私密 结果遭到纪律调查 圣经鼓励我们 以爱心接待客旅 然而 我们要当心 不能让热情的款待 导致不健康的关系 例如 当我们的配偶不在家时 单独接待异性访客 是非常不明智的 如果配偶外出 我们就应当避免 接见异性访客 或与他们长时间交谈 小家庭对这一点 应当格外注意 我听说 斯里兰卡有这样的情况 晚上 主人夫妇会和客人 睡在同一个房间里 有时甚至会睡在 同一张床上 这种情况 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